台南市電企業這次工業 市租協助一載 勒工和浴室民眾的房屋 受選工作 在時間的過程中 特別注意用電安全 在這陣子氣管 民眾用電量變換 工業也很機會 提起大家用電的注意事項 劃免發生意外 台南市政府勒工業 登記以來 市租幫助浴室 勒工家庭受選房屋 上禮拜台南市電企業 這次工業的制工隊 夠監視的人投降 維格林的獨居中部的修理處 台南市市長府林劉玉金 也到現場關心修正的狀況 並且關火的這位處處 我們房間的對象 現在是變得比較厚勢 本身就沒有那個能力 向修理處 所以我們電企業這位工業 我們超前部署 我們本身就要求 我們資工夥伴 我們按照電工發揮 這樣持續 所以用電方面 我們可以做到非常安全 電企業這位工業 這間團隊是非常注重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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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才是液水器放的位置 都是按照電工發揮來使用 希望可以為玉石家庭 搭乘一個安全有更溫暖的機器 尤其管理局用電 這個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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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鋪鋪鋪鋪鋪�鋪鋪�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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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到它燙起來的時候不會掉 如果遇到旁邊有義燃物 會更加發燒的 還是中風的東西就發揮了 港火也透過這個機會 來選土用電需要注意的守衡 尤其是現在天氣寒冷 大家都會使用電軟氣 提示面上插頭要分散 不能插在港節煙燈線上 必然容易發生火災 記者人家議案並哭彩虹不得